眼前这个被石头一脚半倒 吐槽着治疗师职业积累的人 就是我们的男主 李无灵 此刻正在负责给攻略副本的队友 充当后排治疗兵 眼看BOSS血量被消耗到残血 进入了狂暴状态 口中凝聚着熊熊火焰 下一秒便猛地朝前排坦克 喷吐而去 正当前排奋力 顶住伤害的同时 一道身影迅速前冲 剑士手握残影长剑 猛地砍下 看着伤害挺高 有着一击必杀之势 但却只是在假翘龙的面颊上 留下一道剑伤 这显然是再一次激怒了九龙 一抓拍下 剑士被拍出了树迷远 在这苦战之际 剑士朝着李无灵怒吼道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放治疗 无灵应声道歉 连忙举起手中的治疗群杖 释放圣母的臂部恢复体力 看着他们的配合 无灵有些羡慕 其他人都能畅快打斗的时候 我却只能在旁边 默默释放治疗术 都是因为他们的逼迫 让我在这款游戏里 选择这个职业 正当无灵陷入思考之际 一声怒吼耳边响 喂 你怎么还不放治疗术 你的垃圾 是不是活腻歪了 李无灵连忙向前跑去 就在这时 光当一声 众人听到一想回头看去 正当分心之际 身后的假翘龙 再次凝聚龙心 随后提示面板弹出 众人都被击败了 没错 小队再次团面 带众人传送出副本外 一个耳光 就打在无灵脸上 应声倒地 随后便是一顿呵斥 废物 要不是你 我们早就抓到假翘龙了 该死的 无灵刚要道歉 话还没说完 就知道道歉 你以为道歉就行了 一边说着一边猛 踹着倒地的无灵 别打了 反正游戏里是没有痛觉的 听到为首的老大银横制止 队员起初有些惊讶 随后便明白了过来 威胁道 既然游戏里没痛觉 那就等明天去学校 再揍你 无灵也明白 他们都是银横的马仔 只要得到他的原谅 还有可能免受皮肉之苦 连忙低头道歉 真的对不起 都怪我 害你们没抓到假翘龙 真的对不起 回首的银横 微微冷笑 没关系 玩游戏 本就是图个乐趣 打败怪兽 或被怪兽打败 都很正常 你说是不是 无灵以为他突然 大发善心原谅了自己 连忙附和着 无料 下一刻他眼神冰冷着说道 不过 因为你操作失误 搞砸了一切 那你理应赔偿我们的损失 对吧 既然这样 下次组队打怪兽 我们需要600瓶高级治疗药水 记得在明晚8点前收集好 否则 悲催男主被勒索 无奈登陆游戏小号打工赚钱 600瓶高级治疗药水 光是花钱买都要30多万 这么多药水 让他一个人一天之内凑齐 这明摆着就是在刁难无灵 想起笑霸临走时的话 无灵清楚没办成的后补 肯定会像以前一样 被按在厕所报答 可是就算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 最快也需要两天才能收集完 没办法了 看来只能开小号了 起初无灵创建小号 只是想着趁笑霸不再偷偷玩 毕竟自己治疗师的职业是被逼着玩 现在小号反而是他收集药水的唯一版 唯一的副作用 由于角色差异较大 会引起身体不适 时常会让他感到头晕目眩 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召唤系统 嗨 Siri 治疗师角色下限 登陆小号 随之而来的便是提示音 主角色已下限 副角色复仇者登陆 登陆成功 最高难度地牢副本 红色深渊 一队人马站在帮斯派出炎魔的面前 炎魔口中凝聚紫色能量权 下一秒朝着众人通射主角 与坦抵挡伤害的同时指队队员 坚持住 等帮斯下一轮大招刷新 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能抓住这家伙 不料 下一刻意识到不够 派出炎魔居然抡起拳头砸向众人 妈的 居然不讲武则 随后两名队员就被抬走 场上只剩下侥幸躲避的双刀剑士和后排牧师 眼下局面 刺客也知道只能速战速决 弹射起跳叮嘱了 我去拉仇恨 随时准备释放复活技能 不等牧师反应 释放技能 超音速加速技能 修得一声来到炎魔背后 不料炎魔早就洞察他的动物 又轮起又拳重重挥响 眼看着拳头近在咫尺 无法闪避 一道人引闯入诗影 发动复仇的执念 发动握心肠胆吸收伤害 拳头与剑身碰撞摩擦出巨量火花 渐渐手中武士剑由内而外散爆发能量 伴随着炎魔痛苦的哀嚎 应声伸展下炎魔的诱鱼 紧接着几个干净利落的闪身 轻松化解炎魔的攻势并斩下头颈 看到自己的象征物被人斩动 炎魔大发雷霆 青筋爆起 手中爆发出诡异害人能量 下一刻 释放出最终技能 太初的火焰 朝着无领的方向重重砸下 这一击光是散发的能量 都让两人吃不消 勉强合力才抵挡住 剧长拍出的深坑之下 武领单手轻松格挡 正是因为这一击的强力 刚好打出了复仇者专属被动技能 夕阳下盛开的花 体力下降到80%以下时 十秒内攻防能力提升50% 同时让他进入了无敌状态 释放完大招的炎魔 已然失去了抵抗能力 那么 最后一招 就使用与被动技能结合的大招吧 手中剑上亮起六芒星阵 下一秒 身后数座血红墓碑形状巨剑拔地而起 献给王者的舞曲 随着武领华丽的舞动 无数饼巨剑朝着炎魔的胸膛穿 大夫顶级玩家 单刷Boss只为赚钱买治疗药水 无数饼血色巨剑插入炎魔的身体 炎魔痛苦惨叫地离开了人时 随后便从体内掉落些许宝藏 扫尸了一眼 自言自语道 这个怪物还挺难对付 显然武领并没意识到 自己的话被听到 无形装备 最为致命 组队的两人都愣住 虽然是他独自解决的Boss 不过确实是从他们这抢来的 武领也是知道道上的规矩 也是礼貌性的询问 请问掉落的炎魔之脚 装备可以给我吗 虽然只有这一件装备 粗略估计 卖了应该勉强购买600瓶钥匙 在两人的同意之下 武领将装备收入背包 就在这时 两人快步向前 邀请道 大佬要不要和我们组队打怪 我们一定会好好辅助你 尽管武领想一起赌赌 但他还是个学生 这么晚了也可以休息 于是便拒绝了邀请 匆匆离去 留下了猛逼二人 不禁让他们怀疑起 是不是他们太太 所以不愿跟他们一起 另一边的武领 快步走出处门区 召唤出戏 看了一眼时间 窝草 都十一点半了 完蛋 衣服没收 作业还没写 于是便赶忙下线 就在这时 系统抬窗 眼前跳出红色字样的提示框 确定以当前角色下线吗 武领疑惑的 怎么回事 玩了这么久的游戏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毫不犹豫地点下了确定 系统再次弹出窗口 您真的不会后果 武领有些不知所措 您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在维护服务器吗 甚至提示还是选择了事 下一秒 不好 什么事都没发生 画面一转回到了现实 武领摘下设备 看着自己出了一身汗 果然玩复仇者太耗体力 于是便打算先洗个走 在处理手上的事 正当他放下游戏设备 可为洗澡的时候 身后设备泛起龙光 武领一个哆嗦 怎么回事 难道是玩太久 产生了幻觉 揉了揉眼睛 手上出现虚化的幻影 紧接着全身虚化 并且伴随着黑色的烟雾 身 什么情况 我的身体怎么了 下一刻 全身像是被代码所取代 逐渐消失不见 正在转移数据 正在检查 QT系统是否启动 人体机能检查完毕 Z24物质转换完毕 太羞四肢传 变身 系统运行完毕 逐渐虚化的身体 慢慢恢复 武领有些蒙逼 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腕 转头照了一下镜头 什么 难道我变成了 不愁者 惊讶之际 反胃敢涌上心头 下一秒武领跪地 什么情况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随后一道提示音 在耳边响起 确认物质适应度 为78% QT能力值误差范围 小于0.23% 通过A分析结果 任务执行能力 正常 现在开始 启动教程 正当武领疑惑地 伸手抓向射 眨眼之间 来到了房顶 什么情况 自己刚当明明 还在姐姐的房间 怎么来到了这里 武领震惊之际 身后传来 响当一声 回头看去 那个怪兽 难道是 黑色怪兽 电视的模样 变成小号复仇者 下一秒就开启了 叫程系统 没等武领 搞清楚事情的 来龙去脉 背后蹦出 游戏里的怪物 一边扑向武领 一边发出 结结结的怪笑声 下一刻 只听响当一声 摔下来 依然能够占领 耳边传来路人的声音 这里突然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大楼 突然发生了爆炸 难道是煤气爆炸 从大家的表情来看 武领肯定 现在是现实世界 正当武领思考之际 不敢上方传来杀意 下一刻 怪物就在他的头顶 某肤下 尽管武领迅速躲避 但还是受到了震动伤害 连忙起身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眼下 必须先应付这只怪神 看着眼前情侣 还在散步 武领极力劝导他们 赶紧逃跑 可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无视 焦急的上前阻拦 可是男子却只是一位 只是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 推了他一下 这些路人好似 并看不见武领 以及武领背后 正在凝聚能量的怪物 下一刻 能量倾泻而出 朝着武领的方向前 砰得发出巨大爆炸 硬生倒地的武领 强忍着爆炸所散发出的热闹 睁开眼 惊慌失措地看着众人 裹坑之中 正是先前劝导武领的男子 显然已经领了合法 同行的女子无法接受 发出惨烈的叫声 紧接着无数的呼救声 映入武领的大马 这才意识到 真的有人遇难了 一旁怪物紧盯着武领 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它撕碎 下意识地赶紧逃跑 此刻心想着 把它支开也好 躲起来也好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逃离 那个怪兽可不是我能对付的 可是刚要回头查看 重重的一拳便落在了他的脸上 身体控制不住地飞了出去 武领渐渐快要失去了意识 就这么倒下了 果然每次都跑不掉 回想起了 平时在学校受到的欺验 总是被人踩在脚下 一次又一次 每次都是这样 无数的委屈心酸涌上心头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武领用尽全力地抬起左手 还想过着无谓的挣扎 既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功力 何不反抗一下 手中闪烁着丝丝红光 好熟悉的感觉 下一集 复仇者的反抗 游戏怪兽闯入现实 弱小男主义外觉醒角色能力 前一刻被打的走马光花 下一秒手中凝聚红色光阵 横攻击退怪物 正是这一集 不禁让无领游戏熟悉 好像在游戏里使用技能的感觉 跟使用防御技能 红色荆棘 十很像 无领突然好像意识到什么 不禁回想起设备的提示音 教程 黑色怪兽 技能 这一切难道都和游戏里一样 之所以自己能活到现在 是因为游戏中角色的能力直都在 既然如此 不等思考 怪兽再次张开大脑 金色能量再次凝聚 喷火而出 无领艰难起身 眼看攻击临近 集中精神 眼中散发红色闪电能量 触发被动技能 夕阳下盛开的话 单手肩下怪兽的能量冲击 果然就和预料的一样 现在这个情况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这一切 肯定都跟能从游戏有关 既然如此 在这里的生存下去的方式 只有一个 那就是战胜眼前的敌人 照着游戏里的方式 意念召唤出角色专属武器 复仇者的鬼剑 将尽可能多的能量 诸如右笔 以及鬼剑当中 一道横砍 刷的一声 直接斩断空气中的能量 怪物见状有些惊觉 无领看着熟悉的武器 暗暗决定要将怪兽剿灭一口 只有这样 才能宣泄心中 一直以来堆积的屈辱感 看着怪物在起 朝着自己拖来 无领不再胆怯 眼神中闪烁淡淡红光 就和游戏中的复仇者一样 发动技能 复仇鬼剑 舍弃全部防御力五秒 同时暴击率大幅提升 背后赫然出现鬼面复仇者 正是技能的虚眼 缓缓高举的长剑 红色闪电布满整顶长剑 下一秒 鬼斩红光从上而下 完完整整地斩断怪物身体 怪物临死都不知道 自己也一分为二 无领不敢置信 怪物真的被自己消灭 看着倒下的怪兽 小心翼翼地用剑头戳了戳 这才确认真的已经凉透 毕竟黑色怪兽 也只是个低等级怪 哪能承受复仇者愤怒的意义 就在这时 背后传来的系统 即是英 恭喜名 你已完成教程任务 回头看去 这不是QT系统吗 跟游戏里的一模一样 请选择任务奖励 无领正义获 奖励 那是什么意思 难道自始至终都在游戏中吗 就在这时 系统框跳出奖励面板 下一集 选择 如果现实中给你300万 或者游戏道具带到现实 你会怎么选择 此刻男主正面临这样的选择 虽然字面一死的 现金奖励能看懂 但状态点数和随机宝箱是什么 无领正陷入艰难选择之际 系统提示音响起 您的时间还剩30秒 若您在终止前未做出选择 系统将随机发放奖励 并自动放过 眼下还是首选300万 毕竟可以解燃眉之极 可是如果选择了现金 那系统提供的另外两个选项 意义在何处 总感觉这是圈套 就在这时 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您的时间还剩10秒 这不禁让无领一下慌张起来 鼓掃起系统设计的不人性 说好的30秒 怎么还提前了 管吧 随便选一个吧 您已选择奖励 现在开始反驳 随着提示音的响起 无领的脚下升腾起一片光露 下一秒凭空出现回到了房间 第二天 电视新闻中报道 事发当天在新方站附近发生不明爆炸 该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该次事故有可能是无差别袭击 目前正在积极寻找目击证员 看着手机中的报道 无领感叹 昨晚的是果然不是梦 也不是幻觉 那确实 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么自己身体巨大的电影 便可以解释得通 就在对室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无领的护士姐姐 晚上在医院值班他回来 转头看向无领询问的 晚上没出什么事吧 话没说完 呆呆愣在原地 此刻的无领并没有意识 自己的外貌给姐姐带来的冲击 端着早餐会问的 姐 你回来了 上夜班很辛苦 说完便催促洗漱准备吃饭 愣在原地的姐姐这才有说 请问你是谁啊 无领心醒 姐姐果然认不出我们 解释道 我是你弟 无领啊 你认不出我们吗 是你啊 我现在才看出来 你以为我会这么回答吗 下一刻掏出防狼电梯棒 朝着无领的方向刺了过去 好在他伸手脚尖 不然这一想 不是进医院 就是在派出所喝茶了 连忙招手 极力想要证 可无领的姐姐哪听得下 你别胡说八道 无领哪有你这么强壮 在他看来 无领就像下雨天 躲在车底 瑟瑟发抖的小猫 是个十分娇弱的男孩 不由得等叹 原来她在姐姐眼里 是这种形象 不等无领否议 又是一记蒙女前刺 无领赶紧说出暗号 我姐不吃紫醋胡萝卜 睡觉磨牙下巴痛 被迫相亲喝醉酒 男人见了直哆嗦 一顿输出下去 给老姐气的面色阴沉 悠喝 调查的还挺仔细啊 还知道些什么 再说说看 眼看已经说到这份上 无领面路伤感 说出了父母的生日 以及他们两因 交通事故 双双蓄事的事实 并且当天因为 求他们带自己 去游乐园玩屋 说了狠话 让他们伤心而厚惚 这也是只有 姐弟俩知道的秘密 这时 姐姐放下了水中的武器 连忙上前 安护伤感的无领 虽然误会解答 但是无领 还是没有告诉他 昨晚发生的事 不然他一定会担心的 短暂交流之后 姐姐也是 基本了解的情况 现在为二的问题就是 无领的身体 会不会出了问题 以及现在这副样子 怎么上学 眼看无领 极力想在家休养观察 再次拿起电机棒 威胁无领了 你是想老老实实 听我的安排 还是说 想被我电一下再走 下一集 魅惑之眼 又幻想过 对着班主任 甚至年纪主任 放个技能吗 无领就这么干了 此刻 班主任正抱着 无领的双肩 极力介绍变化后的无领 解释无领是因为 得了一种罕见病 这才导致他一夜之间 变了个模样 一边安抚着无领 一边痛哭流涕 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在老姐的威逼下 无领只能乖乖上学 办公室门口 老姐吩咐无领统一口径 就说引起变身的原因 尚不清楚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无领连忙点头 然后请求道 刚刚出门太匆忙 肚子有点疼 先去趟卫生间 随后便快步走向厕所 其实无领知道 就算老姐是护士 老师也不会轻易相信 说不定只会引起老师的怀疑 甚至还会把警察找来 说着便从衣服里 都掏出了什么 原来是昨天 获得系统的奖励物品 无领最后选择的 还是随机宝箱 此刻手中握着的正式 三个宝箱中 开出的其中一个 道具 偷学技术的结晶石 有60%的几率 可发动一次 其他职业的技能 机会只有一次 无领调整几次呼吸 用力捏碎 嘴里念叨着 凯斯特的魅惑之眼 下一刻 结晶体内爆发 无数紫色能量 渐渐推噬了他的全身 两久 准备好这一切 无领也是走了出来 只是魅惑之眼 原本是让怪物 从攻击状态 转而保护自己 或是给NPC家 增益效果的时候用的 不知道对普通人 使用这个技能 会产生什么效果 所以无领暗自决定 先尽力说服班主任 说不定会像姐姐一样 相信他 实在不行再使用道具 我不能接受 没想到回答得这么过断 虽说确实偶尔会有 学生放假回来之后 大变样 可无领一夜之间 变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无法令人不起一心 即使有着亲姐姐的证明 但就算如此 在别人看来 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眼看老姐的说服 没起到作用 只能按照原计划 利用技能让他相信 就在这时 看到一旁 端着茶杯的中年人 原来是教导主任 无领这是精觉 或许对教导主任 使用技能 效果会更好 毕竟以他的职位 说不定还能说服其他老师 可是 传言他为人独怪 之前还以为一些小事 开除了几名学生 可是眼下已经没得选了 目前尽快找一个人帮忙 才是上策 发动技能魅惑之眼 红色光幕 加持在教导主任的身上 下一秒 像是被人附体 瞳孔之中泛起了倾慎 随后 来到众人面前 开启了嘴炮模式 一开始的谈话 还算是正常 可是说着说着 就开始不对劲 后面就是一段 慷慨激昂的说教 给在场的教师 痛痛骂了一遍 无领不禁感叹 他这反应 未免也太夸张了 随后便主动 带着无领来到班级 这才有了开头的音 这下上学的问题 终于解决了 可是眼下新的问题 又出现了 下一集 懦弱于反抗 如果有一天 你沦为了笑霸的玩物 你会如何反抗 现实就是无奈 以及无尽的顺服 复仇的主子 深深地埋在心里 此刻的无领 不仅自身没有反抗能力 背后也没有依靠的背景势力 他所能做的 只有默默承受这一切 教室内 无领缓缓走向座位 尽管有着教导主任的帮助 但还不如用技能说要转学 无领有些懊恼 当时怎么没想到 这时前座的女孩小生 教导无领 还没坐下就开始好奇询问 尽管如此 无领也是统一回答 老姐和她说是 急性变化后群正 但还是很难说服同学 身边的临座都围了过来 果然仅凭教导主任 刚刚的解释 无法说服同学 正当无领有些不知所措 一旁传来一道声音 我听过这种 无领愣了愣 转头看去 原来是同桌金石月 不急不慢地说道 听说在一国的某个村庄 有人在一夜之间 长高了十二厘米 容貌也是大变阳 据说是因为 分泌激素的器官 出了问题导致 随后侧眼看着无领询问 你得的就是这种病吗 看着少女的眼神 无领看出了解围的意思 连忙应声答应 正是这一波成功地 转移了话题方向 也多亏了石月 家里父亲有着 制药公司的背景 突然众人很难幸福 即使现在事情 没有按照无领的预期发展 但总算是蒙混过关了 虽然同学们 暂时还会觉得很奇怪 但过一阵子 他们应该就会习惯 眼下唯一剩下的问题 就是白银横 那些人会怎么对付他 正当疑惑 他为什么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一旁金石月叫到无领 原来是想借用耳机 方便一会自习课的时候 听音乐 无领没有犹豫地递了上去 毕竟他刚刚才帮他解围了 感受到同学们 对自己的态度变化 以前的他很矮 也没什么力气 现在的他不仅变高了 还有肌肉 或许白银横他们 不会再欺负自己了 不 不是或许 而是一定会有所变化 不禁幻想自己会像其他同学一样 获上平凡充实的校园生物 暗自肯定了 我一定可以的 可现实总是这么残酷 楼到尽头的厕所内 当恶霸三人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无领骨子里的懦弱 还是占据了大脑 哈哈 居然是真的 这家伙真的完全变了的人 不会是注射了 什么超级战士的血清吧 一旁的小嘎嘎嘲讽道 接着便玩味地让同伙去勒他脖子 就像平时一样 好奇凭他现在的身体能不能挣扎 显然同伙早就有着想法 摆弄着手指 面露凶恶地走向无领 下一刻 一把勒住无领的脖子 只见无领面露痛苦之色 即使现在身体有反抗的能力 但很难从胆小懦弱的自卑感动 可身后的恶霸 听着无领时不时发出的闷恒声 只是越加地感到兴奋勒得越紧 用你的新身体来给我对抗啊 你可蠢乎 随着窒息感渐渐涌入大马 无领渐渐快要失去意识 下一集 惩罚 路易看 眼前的两人一前一后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抱在一起 一旁还有两人正在围观 但其实是校园罢了 尽管无领试图极力挣扎 但这反倒让恶霸更加肆无忌惮 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 小嘎嘎更加用力 妄图要将无领勒晕 甚至要让他当场吓鸟 此时的无领因为强烈的窒息感 根本使不上力气 脖子处也吐到男人 强烈的刺激下 不禁后悔自己当时可笑的妄想 就算身体变了 也改变不了什么 现在的自己依旧是别人眼中的废物 自己就不应该得意忘形 这样说不定还能继续苟活 就在无领即将崩溃 勇气被埋葬的时候 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真的这么想吗 真的认为 什么都没有变吗 难道不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做吗 清醒一点 你已经不是那个落弱的李无领 不过是还在畏惧他们而已 想想你昨天是怎么打扮那个怪物 只要你下定决心 你是能打倒他的 所以 不要再坐以待毙了 要主动做出改变 发动反击技能复仇的决心 显然 强烈的刺激迫使无领战胜了恐惧 一把将身后的恶霸摔出 身后两人看呆了眼 不敢相信无领居然做出了反抗 看着倒地的恶霸 手不听使唤的发抖 紧接着紧张恐惧感吸卷全身 你这个混蛋 竟敢把我扔出去 他妈 今天完蛋了 眼看起身的恶霸暴怒地冲他大喊 无领知道自己闯下大火 眼下只能逃跑 恶霸三人哪能让他就这么跑了 紧追其后 与此同时 离开学校的诗约二人等着红绿灯 看着手中忘记归还无领的耳机 正想着明天再还给无领 无领便出现了 看着他着急慌张的样子 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跟了上去 镜头一转 无领穿行在身像中 不禁后悔道 果然还是做不到 去与他们三个抗争 好巧不巧 正要回头看去的时候 就被地上的石头绊倒 正要起身 身后传来喘气声 一个混蛋 还挺能跑的 终究还是被他们追上了 紧随其后就是迫不及待的一脚 重重地落在无领的脸上 将他踢飞了出去 无领不禁发出闷喝 随后就是吵吼了 本来没打算对你下重声 居然还装起来了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你 你这个狗东西 然后就是骑在无领身上 进行了长时间的单方面殴的 身后的两人就这么安静地看着 果然还是不行 无领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使用了技能 尝试了逃跑 依然无法改变什么 就在围观两人也想上前世弑手感 身后传来瓶子摔碎手 下一集 不愁准回 一连被胖揍两集的无领 此刻终于爆发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女主的出现 随着玻璃瓶的摔碎 众人回头看去 来人正是金氏月 上来就是威胁众人 我的男人你们也敢动 动了就算了居然下手这么重 下手中就算了居然还打脸 本来今天的约会 就是因为你们而取消 随后撂下狠话 爷他妈的跟我抢男人 这一顿叔叔下来 给无领当场整翁了 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另一边 一个小嘎嘎还不知道他是谁 另外一个小嘎嘎解释道 他是某只要公司老板的女儿 也是我们学校最有钱的富二代 小嘎嘎黑着脸走向前 我管你是谁 敢管我的事 我看你也是欠揍了 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听说过唐山赵子龙吗 给你个机会 乖乖交出二维马 不然有你好看 施月低头沉思片刻 眼神嫌弃地看向唐山赵子龙 不好意思啊 你先后退五米 又还挺实相啊 不是 你身上有一股垃圾味 熏得我鼻子要烂了 我唐山陈某人 哪受得了这委屈 起身就准备上去 一个大逼兜子 身后无领看到这举动 哪还能忍 我凑 打我可以 打我马子不给你腿卸下来 下意识地握紧拳头 住手 重重一拳砸在陈某人脸上 下一刻身体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飞了出去 此刻的无领再次找回了自我 抓着领带朝着他大声喊道 你这流氓 我套你猴子的 老子给你腿卸了 陈某缓慢起身 嘴里不停念叨 我看你是不要命吗 乖乖挨顿揍不就完了 既然你不要命 今天就成全你 然后脱起衣服恶狠狠的妖血 不想没命就给我咬紧牙关 一个剑步冲向无领 无领双手抬起 摆出防御架势完美接住拳头 随后多重攻击被全部等下 哪知这陈某不讲武德 偷袭无领妖子 眼看攻击临近 无领丝毫不慌 发动吸收伤害剂握心肠胆 单手接下左拳 并且吸收了所有伤害 下一刻 所有伤害转化为能量 凝聚至左拳 这一击超越人体极限的前冲拳 重重地砸进陈某的腹路 在惯性的作用下 陈某口吐鲜血地倒飞而出 即使如此 无领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紧接着发动技能 怨恨之花 消耗体力进行多重攻击 右拳四周凝聚 多道红色全形虚翼 下一秒疯狂地 砸在陈某的全身上下 不停地发出 拳与肉的砰砰撞击声 看着他的表情还不够痛苦 随即无领抬腿跃入空中 一击扫腿 差点踢断陈某的脖子 陈某不负重望地倒在地上 失去意识 再也站不起来 反观无领稳稳落地 这一切都显得游刃勇 看着他的惨状 无领不禁回想起 自己被欺凌的画面 和他现在的状况有些相像 近乎疯狂地拽起陈某的衣领 既然打晕了过去 那就把他再打醒 然后再打晕过去 握紧拳头正准备挥起 身后传来失业的声音 够了 无领 你的手都流血了 文言这才清醒了过来 拿起无领的书包说道 现在事情解决了吧 两人便准备离开 正当这时 背后的小嘎嘎抄起 不知道哪来的目光 就冲了上来 下一集 系统的惩罚 别人系统智能人性化 我这倒霉系统智障多样化 一言不合把我传到一片谁里 眼看小嘎嘎迎面冲了上来 站在无领身后的失业丝毫不慌 眼中一道紫光一闪而过 小嘎嘎像是被什么东西束缚 一个亮相用脸接住了大底 无领一脸猛逼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就跟随着失业离开了现场 天很快黑了下来 两人坐在路边树下 失业简单给无领处理着伤口 一边嘱咐无领要去医院看看 一边拍下无领惨不忍的脸 留作纪念 无领看着一旁失业有些出事 不禁侧过脸向他表达谢意 失业只是淡淡开口 就当做借耳机的回礼 说着边将耳机递了上去 随后看了眼手机 时间也不早了 本来还有事要跟你说的 还是明天说吧 看着无领好奇的隐身 便开口道 故事很长一时半会说不清 所以明天一起吃个午饭吧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你别说 失业这小妮子套路还挺深 不就是想和无领吃个饭吗 至于这么含蓄 这不留下无领一个人独自乱想 不会是要用我做人体试验吧 就在这时 眼前亮起阵阵清光 原来是系统面板自动弹出来了 定睛看拳 五分钟后开启讨伐任务 讨伐任务 这一次不会也要像昨晚一样 跟怪物大战三百回合吧 想想都有些后怕 毕竟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事 哪还有力气再去受虐 说着就点拒绝 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再起响起 抱歉 扣分玩家无权拒绝任务 什么扣分 怎么可能 我做了什么要扣分 随后系统便列举了无领的扣分内容 对普通人使用技能 扣一百点 使用技能攻击普通人三次 扣三百点 根据处罚原因 您将被强制传送到对应 四百点处罚的高级讨伐任务场 请做好战斗准备 不等无领做好调整 传送便已经开始 下一秒就被传送到一片水 巨大水墓中 全身湿透的正是无领 不禁又吐槽到 这什么破系统 至少传送到正常的地方 手机还在口袋 这也不事前说明一下 上来就直接处罚 这游戏真是太不合理了 忽然注意到右侧有什么动物 仔细看去 好奇怪的一座门 难道讨伐任务里的怪物 会从这里出来 讨伐任务将在十秒后开始 请做好战斗准备 你瞄的 耍我是吧 说好五分钟 怎么一下就十秒 金色大门闪耀起光芒 中间隐约出现黑洞丝的能量体 不停地向周围散发能量 下一秒 一个巨大人形怪物缓缓钻出 武领不禁被这惊人气势给吓倒 巨大体型在盔甲的保护下 显得格外壮手 只是挥舞手中聚剑 就带起周围一片水 看着陌生的怪物 武领怎么也想不起 这是什么buff 从来没在游戏里见过 只见怪物高举手中的聚剑 下一秒就要朝着武领挥下 下一集 被感染的圣骑士 系统显示怪物名为 被感染的圣骑士亚星 怪物聚剑挥下的同时 武领随即召唤出 复仇鬼剑挡下攻击 虽然不知道眼前是什么怪物 但既然能挥舞巨剑 就说明是一种类人性生物 紧接着武领用力挑起巨剑 圣骑士一个亮枪 武领果断抓住时机 摆好架势高高跃起 只见空中虚影划过骑士的鼓劲 而武领的本体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这一系列的动作行于流水 可想而知武领的小号 复仇者敏捷属性有多高 显然这次攻击时奏效 能从游戏中的怪物 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怪兽型 它们的移动轨迹变幻莫测 让人难以捕捉 而眼前这只就是第二种 也就是人形怪物 相比之下行动轨迹都是直线型 很容易躲避 这样看来小黑屋中的妇女 对她来说没什么太大威胁 这样一来随便甩几个技能 打打消耗战就可以了 就在这时 武领感到一丝一样 握着鬼剑的手传来 丝丝麻扬感 不等她反应 受伤的圣骑士再次举起剧剑 这一击的威力虽然有损下降 但反而让武领有些吃不消 武领只感觉身体的反应越来越慢 不等武领思考 上方骑士的攻击再次袭来 逼迫着武领不得不使用技能果 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框再次出现 无法发动技能 武领露出惊恐的表情 眼看剧剑就差不到一米的距离 就要砸在脸上 好在武领靠着这么多米 锻炼出的战斗本能 迅速反应过来 极限躲避 即便如此 还是没有完美煞过 受到了冲击伤害 这时武领才明白怎么回事 大致猜到怪物的攻击中 应该带有麻痹属性 只是平时玩游戏的时候 都会有图标显示 而这里并不会出现 所以是自己察觉完了 想明白一切的武领 渐渐冷静下来 眼下技能被禁物 并且中了麻痹攻击 一时半会还无法解决战斗 好在骑士比较笨重 攻击速度很慢 依然可以躲避 就像玩动作类游戏一样 攻略他就行 就在这时 突然想起电脑里 躺着的老头 想想当年误打误撞 进入大树守卫 被灭了几天 几夜出不去 虽然花费很长时间 但至少还是通过了 眼下不得不再次使用 偷伤害打法 可就在武领思考之际 并没有注意到骑士的动作 骑士脚下亮起 巨型光阵 武领只觉眼前亮光刺眼 下一秒就被制麻 被迫只能后跳 尽量躲开技能放 可圣骑士并没有给他计划 重重一拳打飞武领 眼下虽然势力在逐渐挥幅 但刚刚又被击中 麻痹伤害再次刷新 刚站起 骑士的攻击再次袭来 这次险先还是躲开 此刻的武领多希望 能用治愈能力的 就在这时 武领想起道具 也可以净化麻痹效果 立刻召唤出系统 说着就要打开 上次教程获得的随机宝箱 不求能开出多厉害的道具 但愿能出个有用的 辛辛苦苦刷怪的来的宝箱 却只开出垃圾物品 武领看着手中的树枝和宝石 真的气得牙痒痒 不由得厚恶 当初就应该选择三百万的奖励 最起码够他潇洒好久 可是眼下情况危急 难不成用这锅石头去砸探了 眼看着圣骑士攻击将军 已经来不及躲避 巨大冲击之下 武领整个人倒飞而出 尽管毫无反抗之力 但还是颤颤巍巍的站了起身 距离挥机再次袭来 眼下麻痹效果一次次叠加 武领只能依靠防御艰难支撑 再这样下去 随时可能身体崩溃等下 现在要是能像游戏一样有商场 也不至于这样了 武领回想起 战斗开始系统的提示 让他做好准备 一下意识到什么事 赶紧召唤出系统 使用先前开出的道具 金黄树枝召唤乌鸦 树枝散发夺目光药 下一秒大批乌鸦袭了 围绕着圣骑士 干扰他的行动 显然这波骚扰效果显得 圣骑士对着四周不乱挥卡 而此时的武领 已经成功进入到商城系统 并且将最后一件盗绝 月牙类兑换成了 拔臂状态治疗剂 紧接着服下药水 身体四周升腾起 淡淡绿色光幕 下一秒圣骑的攻击已经落下 并没有击中他 正当圣骑找不到目标 开启感知能力的时候 武领已经来到了他的背后 开口道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让你的攻击得逞 此时武领状态拉满 正因为先前积累了足够的伤害 满足了大招释放的条件 电光火石之间 武领的背后凝聚多笔血红巨剑 口中念叨献给王佐的无趣 下一秒朝着圣骑士释放而去 伴随着巨剑断裂的破碎声 圣骑完完整整地 接下了全部伤害 重重倒地 失去了生命的痕迹 至此 武领完全觉醒 曾经懦弱的他 已经已不够存在 此刻武领终于松了口气 感叹幸好及时发现 战斗者被电影 不然就出大事 接着系统奖励界面弹出 这次 武领决定无论如何 都不会选对寄宝项 但紧接着弹出 红色界面的粉丝 其他玩家正在入侵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除了我以外 还有其他人也在做任务 看着提示有些不知损 突然感受到头顶一笔杀意 发动技能 复仇者的执念 这一波极限反应挡下营 直接给偷袭者看待 在技能的反弹作用下 将来人成功击退数 虽然有些猫 但这个家伙显然是的人类 镰刀人缓缓开口了 从你刚刚释放的技能来看 你的职业是复仇者 垃圾职业 说着便再次发起攻击 武领一边后撤 一边接下镰刀连续的进攻 再大战了三百 武领有些体力不知的问他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攻击我 镰刀人短暂沉默了一下 回答道 没有理由 我在游戏里打猎的时候 从来不需要任何理由 说完就释放了技能 死神来了 一只诡异 手中拿着死神镰刀的黑无巢 出现在此人的背后 下一秒就举着镰刀 朝着武领的肩膀 显然武领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无法躲避地接下了这一步 不经痛苦呐 看着猎物已经奄奄一息 本着趁你兵要你命的人 镰刀人就要结果无领 下一集 迷宫大神在倒霉的时候 喝凉水都塞牙 这步打个副本都有人结果 仗着手里有把镰刀 不光要抢装备 还要我的命 好在关键时候 未来老婆前来护驾 抬手就是一个忌 在我面前竖起防御屏障 别看我一脸惊呆的样子 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虽然早有预感 他是和我一样的觉醒 但没想到是最烦人的迷宫大事之一 这也是我们之间命运交织的开始 这时他还是很傲娇地说 我刚刚帮你 并不是因为你借过我耳机 所以你明天中午得报答我 就请我喝世界上最好的草莓牛奶吧 就在两人交流感情的时候 一旁的镰刀人气急带坏地冲了上来 举着镰刀就大喊了 接受来自SF团的一端审判 施月连忙举起手中 权杖以间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看着施月一次次精准接下攻击 很难想象作为辅助职业的他 近身格斗技巧丝毫不差 后退的同时抓住空隙 释放陷阱技能魔掌陷阱 下一门 镰刀人四周脚下快速升起加速 不得不使用技能暗鬼前行 虽然躲避了控制 但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职业 施月快速思考 马上意识到镰刀人的目楼 连忙让无领闪开 此时镰刀人通过技能 已经传送到无领背后上 下一秒发动斩杀进行 杀生 限制住无领的行动能力 镰刀归下的同时 无领顺利地躲开 正当不禁有些奇怪 身体好像没什么变换的时候 耳边传来失月的声音 快点打开奖励界面 当其他玩家入侵时 选择奖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也就是说结束任务的方式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要亲自选择简利 一旁的镰刀人哪会袖手旁观 到手的猎物怎么可能让他跑 下一秒镰刀划过无领的身体 可落刀的触感有些起 原来是失月的领域记 没有出口的迷宫 早在失月出现之前 就已经在他脚下提前铺好 而迷宫里已不满各种陷阱 并且持续时间还有90秒 听到这一切 镰刀人知道已经无法夺制 随即便打算传送走 走之前还不忘威胁两人 我已经记住你们的成像了 所以你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迷宫大师 还有你 垃圾职业 下一秒三人相继开始重送 回到现实的无领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电话就响起 看着破碎不堪的手机 来电正式失月 接起电话 尽管有很多疑问刚要说出口 电话另一边的失月连忙打断 交代无领赶紧先回家 刚才攻击无领的技能叫杀生物 那时定位技能会持续8小时 虽然可以定位 但并不会像导航那样精准 随后便解释了镰刀人的来历 这类人是匹配玩家 他们不会通过任务过去简历 而是通过击败玩家来收集额外计划 说完便准备挂断电话 可无领接下来的一番话 成功将失月骗到了家里 下一集 注意看 眼前这个女孩差点就要亲上来 不光如此 她还毫不避讳地让我脱衣服 只为一保眼福 这是要霸王硬上弓的意思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小时前说起 刚从副本中有惊无险地回到现实 失月就打来电话 让我注意安全 说完就要挂断电话 由于过度紧张有些激动 大声说道 我知道你能保护好自己 可我还是担心你的安危啊 就是这么短短两句话 让她误解以为我要跟她过夜 于是就跟我要起家庭地址 这不是让我骑虎难下吗 我要是不给吧 这不是明摆着让她难堪 可要是给了吧 我还没来得及做准备 算了 不管了 到时候再解释吧 总不能让她尴尬 过了一会 无领忐忑地站在家门口 担心着一会怎么跟老姐解释 就在这时 失月跨着书包招呼一声 也没多说什么 两人默默地进门 看着失月的背影 无领咽了咽口水 略带紧张地问道 你今天真的要住在我家吗 话还没说完 金失月就脱起了衣服 两座山峰高高雄起 怎么 你讨厌我吗 不 不是 我绝对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先洗澡 顺便借我件衣服穿备 这一下给无领整不讳了 都忘了要解释的事 就连忙去找衣服 顺便看到了桌上的字条 原来是老姐留的 表示今天晚上被迫加班 回不来了 为什么偏偏就今天加班 这孤男寡女共度一夜 怕不是要出大问题 两酒 失月洗完澡 穿着无领老姐的衣服出来了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问道 对了 无领 你说过 你和你姐两个人一起住 对吗 无领回答道 嗯 本来是住在亲戚家的 自从姐姐工作之后就搬出来了 尴尬的气氛刚得到缓解 没想到失月顺着话题 就问到了无领的父母 无领摸了摸脑袋说 去世了 此时失月也意识到说错话 刚要道歉 无领缓缓开口道 没事 你不用在意 反正也是小时候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沉默了一下 安慰道 你和你姐应该过得很艰难吧 看着气氛就要僵住 失月时序地转移话题 那你姐 什么时候回家呀 随即无领就将老姐加班的事 告诉了失月 可得到的回应 只是淡淡的一句 是吗 那么 正好 这一切看起来 就好像都是她预谋好的一样 下一秒 抬起头 慢慢靠近无领的身体 双手躺臂当车地拦住了无领的左脉 无领被逼退到台面 退无可退地看着失月的眼睛 支支吾吾地吐不出半个字 微微泛红着脸 向下俯视着失月洁白的脸庞 以及渴望的眼神 不禁有股自家沐浴露淡淡的香味 阵阵传入口笛 眼看她缓缓抬起左手 仿佛下一秒就要触碰到她的身体 赶紧羞红的紧紧臂上的手 眼看失月就要亲上来 无领紧臂双眼期待着 谁可想 下一秒失月召唤出系统 就给无领发出组队邀请 这一下给无领差点整破防 但又不敢表现出来 羞红着脸像个蒙古的少女 随后看着系统面板 失月一脸严肃地说道 在你下决心之前 我先跟你说一下 在我们组队成功之后 我会把手里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 当然同时也会尽力给予你帮助 也就是说啊 失月会将自己的一切都给无领 随后一脸严肃地威胁道 你要是敢逃跑 又或者是在外面偷吃 我就把你放进榨汁机里做成奶昔 随后就留下无领炉子思考 可刚斗没两步 身后就传来系统提示音 显然无领没有半分犹豫地接受 失月回头就是一顿训事 因为无领的果决感到生气 毕竟这关系到双方未来 无领轻声解释 他觉得没有必要考虑 因为他并不太了解现在的情况 掌握的信息也不多 况且现在还有一个PK玩家 正对他虎视眈眈 根据以上几点 便判断自己能独自攻克的概率为零 而且现在只有失月能让他依赖 所以根本没必要考虑 就这么一段直男发言 反而让失月羞红了脸 不仅有些母爱泛滥 但下一秒就抓起无领的衣领 既然你已经是老娘的人了 那就不能朝三暮四想 听见了没 随着无领的答应 失月说道 总之 你个选择是对的 毕竟这样 我们可以不用说废话 直接制定计划 无领有些疑惑 难道是对抗PK玩家的计划 失月说道 这当然也是计划的一步 不过 这才是最重要的 随后通过系统 向无领发送了一封邮件 手指一滑 解释道 目前有一场举办时间未知的大型赛事 名为地平线 他们将参与其中 并且为争取第一名制定计划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移出地下副本的遗迹内 一队攻略小组陷入鼓战 眼看不死者就已经够多了 现在又跑出来一个死者 于是众人便准备暂避锋芒 回到副本上一层躲 正当众人跑路的时候 一名弓箭手静静站在原地 丝毫没有听从小队安排名 随后缓缓开头了 真是没用 小队长不解地看向此人 眼看不死者们蜂拥而至 只见弓箭手抬起手中武剑 下一秒发动技能 屠龙者 手中武剑幻化出巨型长矛 下一秒朝着尸巢射出 伴随着阵阵嗡鸣声 穿过尸巢 静止朝着最后方的死神包方向 这也是给一个连的小队看猫猫 去影逐渐散去 留下的只是无数的尸体 以及站立在尸群中的弓箭手 这才看清此人 原来是白银横 他已经从弓箭手转之为执行者 下一集 荒镜中的绿 这是一场超大规模的赛事 第一名的奖励就有200亿现金 不光如此 同时还能满足获胜者任何一个愿望 武领觉得有些不太靠谱 但施月解释的 起初他也不太相信 毕竟光是奖金就有200亿 但想想现在所经历的一切 不也是超出了常理 所以满足愿望这件事 说不定是真的可以办到 到时候 许一个让游戏终止的愿望 我就行了 毕竟也不知道这游戏 后期有多危险 武领思考一番也觉得有道理 但是自己并没有收到赛事公报 施月说道 在他完成十次任务后 邀请函就自动弹出 估计等武领完成十次任务后 也会收到 随后施月坦白道 他是从三年级的寒假 也就是半年前开始做任务 目前为止总共完成了十七次任务 其中有五次差点丧命 虽然之前有直接找过开发VV24 可能曾网络的英处后人建公司 但并没有收到回本 这时武领问道 难道你父母看到变身后的没任何反应吗 施月眼神中透露着失望说 那两个人 就算我化成灰消失了也不会知道 看着武领有些疑惑 施月便逃避问题的打去头 再说了 我原本就长得好看 所以才不会像你那样 跟吃了激素一样 武领还想着狡辩一下 这时门外传来一想 两人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难道是刚刚的PK玩家 随后施月便召唤权杖 发动技能 无礼物中的岗楼 随后就在房里 建立隐藏的瞭望啊 这个技能可以监测PK玩家 而且是肉眼不可见的 就连职业为开堂手的玩家 也无法试破 听到施月的解释 武领也是渐渐放松了下来 揉了揉肩 施月也是看出了他的伤势 于是便叫住武领 接着就要武领脱衣服为其治疗 武领不解为什么治疗要脱衣服 施月也是毫不避讳地说道 没有 我只不过是想顺便宝宝眼福罢了 看着施月炯炯有神的大眼 变态啊 经过短暂的拉扯 最终还是让施月如愿以堂 不由地抱怨了两句 老托不就完事了 何必浪费力气挣扎 都是老娘的人了 早晚要见的 随后便发动治疗技能 荒境中的绿洲 武领感受着治疗带来的舒适感 身体各个部位快速恢复着 只是他的奸伤要想完全治疑 估计得耗费一段时间 毕竟迷宫大师并不是治疗师 这只是增加体力的辅助技能 听着施月的解释 武领好奇地开口问他 施月 你为什么会选择与我组队 毕竟你等级已经那么高了 没理由非要同我组 施月顿了一下 随后解释道 那个嘛 因为你本来的性格很好欺负 正好供我使唤啊 武领也是被这话给雷道 开玩笑的啦 本来我是打算先慢慢了解你 看你是个怎么样的玩家 但是却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还记得啊 开放炼狱 这场赛事吗 下一集 原来你是我的小姨妹 这是两年前举办的猎杀竞赛 当时任务完成率还不到 0.5%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具难度的竞赛 施月就是当时参与其中的一员 正与其他玩家计队攻略 当时的职业还是佣兵 只能充当辅助的角色 而也就是在这场竞赛中 队员们忙着争夺猎杀积分 丝毫没有估计到后排情况 一只飞行怪绕到了后排上 眼看施月就要被怪物偷袭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看见了匪夷所思的女 正是武领操作者的复仇者 穿梭在战场之上 干净利落的动作下 都束手无措的情况下 整个过程中 只有武领穿梭还在战场上打惯 而且到最后都没放弃 就连一个小队都无法应付的父母 他单单一个人就能掌控全局 施月正式回想起 当时武领永不言气的女 深深地刻在脑海中 这才会产生 那家伙在游戏里这么活的女 一定要和他组队的想法 听完施月的夸赞 武领不禁老脸运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才能显得自己看着平面 紧接着施月说出来 想和他组队的第二个原因 因为特别渴望有个轻负的对象 愿意倾听他内心的一切 随即问道 你之前也很压抑吧 毕竟 没有人知道你小号的事 武领也表示 是有过压抑的情绪 不过这也让他感到很自在 也很安心 接着两人就畅谈了很久 毕竟人还有一整夜的时间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其他玩家正在附近猎杀怪物 黄发男子右拳抬起 释放基础技能 先斗中击 借助先斗的力量 攻击力增强三倍 一拳麾下 轻松击穿怪物身上的盔甲 怪物显现当场昏厥 随后身后一名女子 手持长剑根绳 释放技能 虚弱敌人防御力 手中长剑泛起亮光 随后一剑灰下 轻松华丽地斩下怪物头领 而看他的眼神似乎很是熟练 随后稳稳落地 起身说道 很好 解决了二十只 任务也算圆满完成 此人名为柳成下 职业女王部位 另一旁则是江一舟 职业灵魂战士 柳成下吩咐江一舟 今天的奖励统一选择状态点数 一旁江一舟有些不服气的听听 可以看出两人的大小人关系 就在阵势 忽然感知到什么 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 表示有人在附近发动了技能 正是失业先前释放的勘测技能 一旁战士表示要不要去探查一本 柳成下制止道 算了 只剩下五十秒的时间了 而且也不清楚对方玩家是谁 冰冷说道 对方对我们工会势力势必 还需要慢慢观察 随即吩咐把握做标记 明天再来侦查 下一集 狩猎开始 一处神秘的地下实验室内 五领缓缓睁开眼 正有些不知所措 于是便准备往前走 就在这时 前方有什么凭空出现 是只满身血迹的怪物 仔细看去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怪物的体内钻出 这不是隔壁老王家的孩子吗 眼看举着镰刀就冲了上来 这一下给五领吓得多 撒嘴就跑 就这么你追我赶 跑出了神庙大逃亡济视感 五领心想 道具没有就算了 怎么连积分宝石都不 这什么垃圾游戏 就在下个转角 人都傻了 他妈这游戏有罢 门都没有 眼下也管不了那么多 抓着门把手 就是一顿硬拉 凑了 还是上走 跑在门后有个小朋友 五领连忙大声呼叫 开门哪 开门哪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小男孩默不作声 仿佛没听见似的 这边五领气的眼泪都快掉下来 就在这时 小男孩缓缓起身 突然变成白银横的模样 回头说道 神龙狗熊歪歪DF 五领猛地睁开眼 一身冷汗 起身捂着头 平复心情 我靠 还好只是一场梦 要不然就被狗熊折磨得睡不着觉 这是旁边传来诗月的声音 懒洋洋地说道 怎么了 作恶梦了 五领紧张地抓起小辈子问道 你怎么没在我姐房间里睡 诗月解释 他不习惯在别人床上睡觉 接着问五领 你做了什么梦 可怕的梦 还是 迷人的梦 诗月伸着懒腰说 看你这汗流加倍样子 昨晚是不是梦到我了 不得不说 诗月也太混了 死死拿捏住五领 画面一转 两人已经在去学校的路上 经过一晚上的讨论分析 两人已经分工明确 诗月负责选任务 另外给五领打下手 而五领负责输出 以及应对PK玩家 当然这段时间 就要好好研究技能 并且嘱咐五领 以后不要在没用的地方用技能 不然会被白白扣分不说 连奖励都会被人抢走 并且如果一人进入罚分任务 作为队友的诗月 也会一起进入 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五领这才明白 为什么昨天选择的奖励会消失 原来都是因为扣分 也是十分听从他的话 诗月调侃了两句 于是便准备先回家换套衣服 约定学校再见 走的时候 五领还是按捺不住好奇 询问他要是拿到大赛一等奖 打算许什么愿望 五领哪知诗月的小子 他要建造一个理想天国 把所有喜欢的偶像都聚集到里面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 五领真就相信了 诗月说完便离开了 五领正注视着他离开 丝毫没注意到周围的事情 路上的一辆车里 一名女子正注视着他们 正是昨晚的女王护卫柳城下 他一眼就看穿了两人的职业 没想到是这两个小孩 复仇者以及迷宫师 正是因为发动了角色的被动技能 日不落女王的活动 可以击破近距离的技能 看穿玩家和怪物的信息 一旁将一周询问是否要绑架他 而他表示 不想引人注目 毕竟两个孩子还不至于 冒着扣分的风险去追 况且两人是稀有职业 说不定在赛事开启前 能拉拢他们 柳城下表示 两人虽然还小 但有些人即使外表人 内心也可能住着猛兽 于是便吩咐将一周 找个比较闲的队员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是否有具备入会资 下一集 狂扁二五仔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无灵走在回家的路上 正研究着技能 此时有人叫他 喂 就你小子叫李无灵吧 无灵感叹 这不就是社会该溜子吗 怎么找上我了 说着救手持小刀 抵住无灵的父母 威胁无灵跟他走 无灵哪受得了这气 天天被人当软柿子 真当老子是病妈 计划着洋装听从 等找个没人的地方 给他配一顿 画面一转 来到一栋废弃大楼内 无灵被推散着险些一个亮枪 抬头看去 加上门口的一共五 顶巾看去 身穿红衣的像是头头 呦 这不是老熟人移民好吗 正恶狠狠地盯视着无灵 看他这样了 估计是气得一夜没睡 黑眼圈都快赶上忍者神龟了 这是一旁小嘎嘎问他 今天要揍的就是这小子吗 得到他肯定的回答 几人便撸起袖子 准备大干一场 无灵卸下书包 既然早晚要来 不如今天做个了结 既然不能对普通人用尽 那么就应答 说着都冒难就展开了攻势 上来就是直勾勾的一技直拳 无灵迅速反应 一个抚盾走开 顺势抬起左手就是一群 重重砸在都冒难的脸上 直接给他干飞四十米远 眼看同伴不敌 一旁小嘎嘎气急败还 我冲了上来 无灵洋装抬手 实则一技飞膝 又是怼脸一下 又干飞四五十米远 无灵觉得有些不贵 毕竟他们人再多 也不过是一群普通人而已 以他迄今为止 交过手的魔兽香 他们简直就是一群行怪 自己一个群欧他们 都不需要太拼命 只要适当利用 复仇者的基础属性 就当是猎杀小怪 说着便又是一个非梯洗脸 你别说无灵对脸 还就情有毒中 招招打脸 就好像不允许谁比他帅 眼看情势有些不对 小嘎嘎问道 那小子怎么回事 这也太厉害 真的是你们口中的蠢货吗 眼看众人就要挡不住 明明好多后果自己太打了 没带管制刀具 这时看到大楼废弃的当务 脑子里闪过恶毒想法 另一边的战况 已经差不多结束 纯属无灵的单方面鸣压 就差最后一个战友 看着小嘎嘎也是很适趣的送上来 无灵便攥起拳头 在0.01秒内快速出拳收拳 小嘎嘎毫无痛苦地倒下 看着打手都已经 想着也该去教训于明豪了 此时他已经来到无灵身后 跳起就是一闷棍 无灵单臂倒下 靠着身体素质 硬生生将铁棍打电刑 还没等于明豪缓过劲 无灵就是一记大板锤 直接给于明豪干破坏 并让他也尝尝 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 于明豪也是个硬骨 即便是倒地 嘴上也是不依不饶 威胁着无灵 会打有个屁用啊 出来混 靠的是实力 是背景 你混哪个道上 等我叫大哥过来 和你盘盘的 无灵不屑地说 那你就让他来试试 试试有多大的本事 说完便准备拎起水包 转身离开 丝毫没注意到没出手的老六 举着刀就冲上 无灵大惊失色 下一次 校园绯闻 紧接上级 一处公寓内 一帮青年正在组织一场派遇 此时电话响起 白银横拿起电话 来到窗边 电话的另一边 正是于明豪 一边捂着下巴 一边向他叙述自己的行动 以及无灵是怎么经典一打五 并且请求白银横出所 不能让无灵这小子 踩在他们脸上 不然以后走 不得被人笑话 白银横默默听着 毕竟他也有点觉得 无灵这个虫子有些烦人了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转眼之间来到第二天下午放学 施月背起书包当众对无灵说道 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吧 一时间无灵和他的二弟都惊呆了 这时前桌女孩不禁八卦的情况 毫不避讳地询问施月什么情况 是要去哪里玩 并表示也想跟着一起去 施月表示不需要电灯泡 况且施月正式要办 需要和无灵单独谈一下 看着施月一脸正惊的样子 前桌女孩只能督着嘴 也不敢多说什么 随即就推着无灵走出的教室 留下众人自行脑骨 搞得白银横都没什么存在 也是更加坚定 要整顿无灵的小女子 傍晚 一处公园围墙边 施月无灵二连 喝着饮料聊着天 施月喝着最爱的草莓奶昔 突然对着最爱的无灵说道 要不我们就假装交往吧 无灵扑斥一下喷了水 说什么呢 这也太突然了吧 施月指示句了 这样一来 即使他们在学校单独聊天 也不会被他人妨碍 随即表示 如果无灵不想说谎的话 也可以真的交往 这就看无灵的意思 无灵不太给意 觉得这个事有点太突然了 需要时间考虑一下 施月气呼呼的 既然这么不愿意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 拜托 施月都这么迷失 无灵你在这纯情什么玩意 随后两人说起正事 施月收到了一个任务邀请 就在今晚12点 有个两人组队竞争讨划认为 也就是说其他玩家 也会参与其中 但同时他的奖励也很丰富 不仅奖励2000万现金 还附送12点状态点数 是一次能够大幅升级的机会 两人分析了一波 这次难度很大 毕竟要和其他玩家竞争 而且万一PK玩家也加入了 那就无法避免 要面临一场大逃杀 无灵心里没什么赌气 还不知道自己跟施月 配合的怎样 就这样毫无准备 肯定很危险 一旁施月也表示 如果觉得太危险 也可以不接 可以再等一个难度低的任务 无灵在三思索下 还是觉得可以试试看 因为根据他对技能的研究 只要两人配合得到 就能应对任何情况 而且不用担心 PK玩家的介绍 如果出现意外的话 无灵表示自己也会 第一时间挡在前面 保护好他 看着平时唯唯诺诺的无灵 一下子这么可怕 施月第一次露出一母笑 觉得无灵一定能收到做到 于是便约定晚点在任务区间 下一集 任务开始 应征讨伐任务即将开启 两人站在任务区内一栋大楼上 商量着一会的作战方案 无灵表示 自己对这里完全不熟悉 所以提前来到这里观察了一下 如果能找到黑色大门 就能轻松地制定路线 就是这种长方形的门 所有怪物都是从内的大门出来 施月表示从来没见过 以往怪物都是凭空出现的 无灵正疑惑之际 系统弹出通知 任务将在一分钟后开始 请做好战斗主 施月觉得眼下最重要的 是完成任务 黑色大门的是回头再说 说完便打开战斗主会见面 开始了女孩子最喜欢的环节 购物 中途还不忘询问无灵的意见 无灵表示自己不太逊 如果可以的话 顺带着买些速度加成道具 话还没说完 施月就已经将道具发给无灵 两瓶顶级恢复钥匙 一瓶速度钥匙 这两样东西 都可以在游戏中换百成物 而施月只要无灵给自己准备 草莓牛奶和面包作为早餐 就算暴打了 果然跟着富婆走 吃喝不用愁 接着系统提示详细 任务开始 两人一下没反过来 怪物突然出现在上口 无灵急速分析 以速度快而出名的 难道是神速狼握解 作为游戏中立生物 神速狼是极为稀有的名字 攻击方式为 快速冲到敌人面前 进行撕咬 施月想着鲜花制人 说着就要追上去 无灵连忙制止 分析一波局势 如果赶不上卧剑的速度 很有可能被他拖着走 到时候就竹篮打死了一场 一个计划浮现在脑海里 让施月提前去死胡同设置陷阱 他边打边把卧剑引到陷阱 给他来个共中捉鳖 但是这样一来 无灵就变成六 过于危险 无灵表示 只是受点伤而已 他已经做好心理主 反正复仇者职业 是伤得越重 就会变得越强大的职业 简单交代了一下会合的 就不管不顾地跳了下去 一点也没给施月劝导的精 这正是无灵一直以来的游戏风格 危险的事情总想得自己好 但同样正是这份保护力 才会让他更加强大 边跑边分析 神速狼虽然速度 在魔兽当中称得上T1级 但整体实力并没有那么强 只要按照作战技术 把他成功引入陷阱里 就能立马讨伐他 就在这时 突然一到人迎赏 比他速度还快上来 能有这速度的 只有那个职业 没错 此人名为黄瑰丽 职业风行者 此刻他也在打量着无灵 这小子速度不慢了 是骑士或是剑胜了 管他是什么职 反正跟他没关系 说罢便一个加速冲刺抄了过去 眼看到手的猎物就要被人夺走 无灵也不准备坐以待 发动技能 复仇要趁冤家活着的事 下一集 争夺战 抓怪的时候最讨厌什么 无灵会告诉你 是被人抢了怪 但刷怪最少的事是什么 一定是抢回自己的怪 还让抢怪的人给你把攻 眼看风行者几个剑步 就追上了神速狼 卡好野怪位置 便召唤出装备笔手 下一秒释放直线突刺技能 专属 双风笔手 划伤神速狼脸颊的同时 成功拉到头盼 紧接着召唤第二把笔手 释放专属技能 暴风笔手 一套技能下来 颇有同老爷双刀流的胆 给神速狼造成不小的伤害 同时额外打出了基因效果 看着握剑不能动他 连忙招呼队友接空门 此人名为无认同 职业造强者 这一职业是当之无愧第一潜态 故光控制技能众多 坦度也不容想去 听到队友的呼唤 应声释放技能 天强 下一秒手中盾牌爆发光光 向着神速狼逃跑的方向 树立起一座高强 紧接着释放组合技能 战术成强 这个技能可以在天强的基础 复制多到墙面 控制一定范围内所有敌 眼看技能就是释放 忽然察觉什么意义 原来是无领追了上 正是先前对着风行者 释放的追踪技能 复仇要趁冤掉活着的时候 就如自念一死 对着特定的目标释放此技能 就会有追踪效果 同时敏捷属性提升至1.5倍 技能虽强 但也有弊端 就是会不断地降低自身防御属性 直到零点 按照时间计算 无领现在剩下的防御力还是20 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就很难再次追上 无领也清楚机会只有一次 空中释放技能 复仇毁剑 大幅提高暴击率 下一朵便朝着神速狼的脖子处挥下 刀身划过神速狼的身体 虽然打中了 但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无领不仅有些怀疑 难道是因为卧剑的那种解析 导致了暴击率下降 就在这时 背后有人骂骂咧咧地说道 光天化日 往往乾坤 趁虚而入 公然强怪 有没有素质啊 无领有些疑惑 这不是争夺战 我这应该不算巧怪 风行者这一下更生气了 气呼呼地说道 即便如此 你也不能这么没有风度 我刚把他打晕 你坐跑过来 质问无领 是不是占了便宜的开心 无领愣了一下 想了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自己的做法确实很气 那么 下次在游戏里相遇的时候 我一定会保持风度 话还没说完就已经好了 留下二人风中凌乱 皇归利器地直坐在 一旁无润成劝了 算了吧 他说的也对 毕竟这是争夺战 干扰对方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 讲究什么风度了 让我们好好利用游戏的规定 说完便抬起拖手 照着无领的方向释放技能 兼顾保揽 下一秒无领的脚下升起一张 将无领困在其中 好好的一个紧急避难不动技能 居然被用来困住别人 这也太无耻了 下一集 扁看到手的猎物就要被人抢走 现在又被关小黑屋 无领疯狂挥开着 试图破开遍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 就和无领预料的一样 这个技能除了从外面破开 没有任何方式从里面强行减开 难道只能等到护盾自动消失吗 可要这么等下去 神速狼早就被他们攻略 眼下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将手贴在墙壁上 释放技能 红色荆棘 这是复仇者职业 唯一的穿透伤害技能 可以穿透护盾 从而对被穿刺的外部造成冲击 但这个技能攻击力较弱 可能会费一点时间 不过总比等护盾自动消失 要快很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无领一次又一次的释放技能 在不懈的努力下 终于是破开了护盾 冲破护盾的时间 比无领预想的要快 这样一来 还是有机会追上他们 说着便是全力冲击 也就是足足追了三四条街 终于是赶上了 但看着眼前两人一共不动 看起来也不像被击败的人 好奇的询问发生了什么 明显看得出无润成很是惊恐 表示魔兽不是没追上 而是刚刚还在打到 但是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突然消失 那是什么意思 还没等无领开口询问 神速狼就已经来到众人上方 这难道是技能瞬间一动 可游戏里的握剑 明明没有这个技能了 此时握剑叙事待发 不停发出节节节的低火 下一秒朝着众人张口扑 伴随着冲击地面的爆裂声 几人倒飞而出 而最惨的还是无润成 一口下去嘎崩萃 险些被握剑当成脆脆杀 死咬成两段 一旁缓过神的皇规力 眼看同伴生命垂危 被逼得不得不 释放最强技能 排风四面 攻速在十八秒内提高四倍 但施法者在之后五秒僵直 接着便冲向神速狼 近乎疯狂地挥砍 一顿操作猛如鼓 一看技能全落空 没错 神速狼又消失了 这也把皇规力气的直舵阶 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有瞬间移动的技能 即使射下陷阱 他也能躲开 这样一来 施月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而此时的施月已经复制好陷阱 就等着无灵已挂了 而无理这边 却陷入了苦战 卧剑再次出现在视线之中 出嘴里的无润场 此时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 黄规力也因为技能时间过去 导致现在无法动力 下一秒神速狼冲了上 正是朝着无法动态的黄规力 黄规力意识到这下完蛋了 还没来得及表演才 就要离场 眼泪都挤出来了 就在这时 发动技能 复仇反屏障 无灵挡在他前面 挡下了卧剑的攻势 黄规力有些不敢置信 不明白无灵为什么要帮助他 无灵表示 之前他就说过 以后在游戏里遇到他 一定保持风队 接着顺势弹开握剑的同时 连续挤到挥卡 下一集 脚下神速狼的攻击 紧接的就是鬼剑式三段斩 可惜无灵还没完成转直 不然一套无灵斩 伤害便足够将其斩杀 最终结果还是让他跑了 但同样无灵也不解 既然神速狼有瞬间移动技能 那根本没必要逃跑 此时黄规力的话倒是提醒他 要不是技能冷却 此时现在立刻马上追上去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也就是说那家伙瞬间移动技能 也是有冷却时间的 这时 手机传来短信 施月表示已经设好了陷阱 剩下的就看无灵了 此时无灵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收起手机 便与一旁黄规力对视语 无灵直言 要将手中的灵丹妙药赠予他 说是赠予不如说是交易 让他们两辅助自己打挂 黄规力心想 区区一瓶灵丹妙药 就想让他们打辅助 傻子才愿意 但转头看了看倒地的无灵者 此时已经坚持不住 连忙上前搀扶 无灵站在一旁解释道 正是通过先前的战斗 看出他们应该没有治疗道具 如果有的话 就不会再被握剑咬伤的时候 惊慌失措地放出台风 肆虐进入 与神速狼殊死一搏 看着黄规力还在游 无灵表示 自己并不想拿别人的信 开玩笑 但同样自己也是赌上性命战斗 所以无法将治疗道具直接送给 更何况 自己也有想要保护的队 所以才会提出交易 黄规力显然有些动用 可这毕竟是竞争任务 自己也不敢保证 无灵是否可行 这时倒地的无润成艰难启示 开口说道 我们接受他的提议 毕竟是赌上了性命的游戏 竞争固然重要 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活着出去 也许合作才是眼下唯一的选择 尽管黄规力还是有些不甘 但既然同伴都这么说 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最终还是答应了合作 不过他也表示 如果中途作战计划 危及到他们的安全 他会毫不犹豫地终止合作 无灵也表示 这些他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作战计划 最危险的只会是他自己 说着便地上要紧 画面一转 此时黄规力站在一处防御 按照无灵的作战计划 他需要假装刺杀卧剑 由此吸引他的仇恨权 并将他拖到计划好了三叉路 这样就算任务完成 就在这时 卧剑已经来到身下 黄规力召唤出笔手 抓住时机 释放技能旋风笔手 下一秒 匕首旋转着在卧剑的眼睛 这一下也是成功引起他的注意 接着释放技能随风攻破 迅速朝着计划点转 神速狼不出锁料追了上 就和无理预料的一样 只有处于危险状态 卧剑才会发动瞬间移动 接下来 就是第二个作战计划 围堵 此时无刃成高空落下 发动技能王国之强 阻断他的退路的同时 搭建起完美的战场 接下来就是 最后一个作战计划 趁虚而入 发动技能 怨恨之花多重攻击技能 多到持剑虚影随之浮现 下一秒划过卧剑身体上下 无理清楚 光靠这点技能 是无法赠出胜负 毕竟曾经也在游戏 也遇到过卧剑 因为他太过敏捷很难打 最后也是费了好大的攻击功力 因此 想要有效的进攻卧剑 就一定要把他赢了 十月设下的陷阱 但在这之前 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要让卧剑发动瞬间移动 让他进入技能冷却状态 从刚才的经验来看 紧接着卧剑率先发起攻势 无领见识也摆好架势 几轮战斗下来 无领见识来到空中 下一秒发动技能栖身吞探 正当这边激战之时 战场的另一人 两人正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穿着睡衣的男子改参 什么情况 他是打算把卧剑关起来单身 这可真是越来越远去了 一旁同伴告诫道 不要分神 好好观察他 就像帮主说的 我们能不能给他开后门 还得看他的实力 到底是什么垃圾职业连狗都不傲 随便一个技能都带有自残效果 可无领却玩得出神入化 甚至还挤进了全服五百几 就在离神速狼巨口不到0.00米距离 无领发动技能栖身吞探 没使用2.5倍攻击力进攻时 体力下降18% 紧接着便展开第一轮进攻 一刀斩下的同时 不禁让我想起了旭哥的荒谷一句宝典 以及那天角斗场一个鬼产 带走我的故事 而眼前的狼崽子 显然比我扛斗得多 可换来的便是二段鬼斩 还是原来的配合 还是原来的位子 同样的也是砍在原来的位子 剧烈的疼痛感再次将它拉回里置 紧接着发动瞬间一动消失不见 计划着从看不见的地方偷袭无领 而这也是正中无领下火 洋装紧接的握紧长剑四处张望 狼崽子不出所料的出现在无领上 接着不出所料的被狼崽子死死咬住 无领不出所料的发动被动技能吸收伤害 不出所料大招伤害吸收完成 发动终极技能 献给王者补取 下一秒无数巨剑朝着神速狼的位置过去 巨大爆炸的威力将无领震飞 反观狼崽子已经当场暴敌 还怪了 难道你忘了他还有二段瞬间一动 接着就出现在众人背后 虽然没死 但也受到不小的伤害 背着两顶巨剑撒腿就跑 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和无领他们玩 眼看到手的狼崽子就要跑 一旁小嘎嘎都急了 反观无领倒是泰然自若 因为狼崽逃跑的方向 正是失约设下陷阱的地方 无领正是想好玩神速狼顺移技能后 将他逼入陷阱内然后干掉 就在此时一道人隐闪过 原来是黄规力发动了技能随风奔跑 消失前还不忘告诉无领 你的作战计划很好不会人头数 毕竟这是争夺战 不要太难过 看着还被蒙在鼓里了 无领叹息了一声喃喃自语道 我怎么可能会难过 反正这场游戏我们明定了 说着便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道具 一凭治疗道具恢复状态 另一根羽毛提升速度 接着发动技能复活 要趁冤将活着的时候 此时双重提速状态下无领 大声喊道 我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 一个蓄力猛的冲出 就这么一眨眼便赶超了黄规力 黄规力还没反应就过 下一秒便被强劲气流吹翻在地 坐在地上一货剑客有这么快吗 那小子必是开挂的 可无领现在哪管那么多 最快的男人此时已经是自由式方向了 下一集 第三集 游戏顶级账号带入线时 附加千金主动投怀送报 就连曾经欺凌自己的笑霸 都得靠边站 在最强工会考察员的注视下 无领带着金世月第一次参加组队争夺战 就碰到了变异Boss神速狼卧剑 在几轮消耗战的摧残下 最终将怪物引入陷阱之中 看着狼崽子痛苦踪扎着嘶吼 无领也不准备释放计划 因为在和世月亲密几日过后 两人已是心有灵犀 就和他预料的一样 世月发动战场陷阱技能的同时 也在发动辅助技能龙之力 无领轻松一刀斩下 直击狼崽子的大动脉 致使他嗷嗷大叫 没一会便倒地震吻 反观无领则是帅气落地 挥刀洒血之间绝不回头 正是应了那句真男人 从不回头看爆炸 不禁装插说道 无虎好惊险 还好提前准备了速度到处 忽然差点就被抢了怪 这是一旁世月上前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次任务的关键是速度 还让我给你买一速道具 这次无领终于是情商在线一回 开口回答 我只是觉得当你陷入危险时 我能做的就是快点跑到你身边帮你 所以我才会让你帮我买速度加持道具 听着无领的回答 世月轻声笑道 你个自大的家伙可真会瞎操心 不过多亏了你瞎操心的毛病 让我们完成了讨伐任务 还是值得夸一夸一 两人打情骂俏之间系统一势响起 恭喜两位获得竞争任务第一名 额外完成隐藏任务45分钟速度 因此将分别额外获得 三个高级道具宝箱作为紧励 第一次组队下副本就收获颇风 两人不禁有些欣喜若狂 接着系统亮出评估结果以及排名情况 独立有些诧异怎么是三个队伍 除了轰行者那一队以外 并没有看到其他玩家 与此同时远处的高台上 两名审查员默默注视着一切 睡衣男叼着烟评价道 嗯不错不错 复仇者判断力很强 迷宫大师的基本功夫扎实 一旁冷面男说道 他们不过是讨伐了一只卧剑 仅凭这些 还无法判定他们是否具备入队务 随后顺一男起身表示 如果是普通的卧剑确实很好判定 但刚才那只 可是拥有瞬间移动技能的便衣卧剑 工会里也曾有被便衣魔兽击败的成员 这么一想他们俩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好 这波我给迷宫大师9229 给复仇者9879分 一旁冷面男都无语了 好他打的是什么分数 都搞不清满分是多少 满分当然是一万分了 接着也让他也打分 冷面男愣了一下表示暂时不打 因为他要看完这场战斗后再做决定 战斗 任务不是结束了吗 一旁睡衣男不及 冷面男严肃着说道 哦 还没结束 因为PK玩家正在入侵 最激动人心的奖励环节他又又又了 这次不光拿下第一名的封后奖励 甚至还完成了额外隐藏任务 十月五里二人沉浸在选择中无法自拔 如果选择状态点数就相当于原地生十几 如果想赌拨大的也可以选择飞机宝箱 毕竟有着隐藏任务额外加成的情况 金色传说不是梦 你想想就有些小兴奋 不禁脑补出朋友用十年单身赌心借转成功的场 武领看着十月不禁暗自嘀咕道 你该不会是想献祭我开箱吧 哦 我选择金钱 十月这一回答属是出乎武领的预理 解释说自己要买时差生成器 武领说那玩意不是在游戏里都很难买到的 据说那东西是需要高价回收的一级稀有二级 十月表示没错只要有了时差生成器 就可以将某个物体的时间倒退一点 它可以再遇到难对付的别人或者受重伤时排山路上 也就是说 拥有了它就相当于拥有了两条命 武领这才恍然大悟 想想也对 毕竟他们现在身处的是只要被击败 就会功亏一篑的超困难游戏模式 如果多一条命确实就是多了一道保障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鼓掌声 正是松行者那一小队恭喜他们 承认自己输了 输得还很服气 本以为自己能把人头抢过来 没想到最后局势直接被武领灭准 身后失业好奇询问他们是谁 武领表示他们就是其中一对竞争对手 刚才还跟他们短暂的合作 此时黄瑰丽也注意到了武领身后的人 难道他就是你刚才口中说的那个队友吗 不禁模仿武领当时的神情 我有一个要用生命去保护的女孩 这一波模仿的确栩栩如生 都给两人准害羞了 这时吴润成热情说道 谢谢你帮我 扑你的福捡回了一条命 还拿到了第二名的锦衣 随即表示如果武领愿意的话 想加武领为豪武 进入豪友列表后 便可互相查看职业和状态 以及当前是否在执行任务 看着吴润成态度来支撑感 武领有些犹豫 这是一旁失业发话 如果只是想进入豪友列表的话 倒是可 但是不要妄图跟我们成为合作关系 毕竟我们还不了解你们的委员 吴润成连忙表示不必担心 加豪友并没有别的目的 他们只是把这个游戏当作极限运动一样享受过程 随即解释因为他们的职业也比较紧 至今没有尝试过非常困难的任务 他们只是想找能一起玩游戏的好友 武领询问着失业的意见 表示觉得他们不像坏人 看着武领都这么说了 失业表示不会干涉他们的血 不过自己就不加好友了 因为他有武领就够了 武领心中暗喜自己找了个善解人意的能力 看着时间所剩无几无润成 连忙催促武领加上好友 就在这时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意外 系统弹出红色警告窗口 附近有其他玩家正在入侵 此时一名持枪男子突然出现在众人背后 下一集 这个游戏老六是真的多 总共副本就下了三回 遇到土匪就有两回 上次的镰刀人就让武领这孩子噩梦缠身 这次的长枪男估计也够呛 你就瞅他长得都是一副狠 张口闭口就是盒饭加鸡腿 生活有滋味 吓得武领几人连忙骂导演加戏又来了 吴润成一听盒饭里面藏鸡腿小嘴声 抄起盾牌发暗号 红烧狮子头碗犯我不闯 同时催促武领和犯我不留加班的罪名 这时老六都知道憨小的不能留长枪破盾 吴润成下班前嘴里还念叨就问你没不能 突然黄规力来到老六对后手或双刀不上 一刀挥下的同时就知道人头有目的 老六立马反应过来释放技能长枪分身流 一番激烈的战斗下来黄规力也深受重伤 不禁感叹这个枪手究竟是何方神圣 速度都比自己这个纯凌节职业还要快 正当老六准备最后一个技能带走黄规力 突然就被身后多到锁链限制性 原来是一直被忽略的迷宫大势金施月 老六感慨果然战斗的时候要小心脚下的 施月立马补充也要小心上方投资 此时武领已经来到他的上方 在辅助技能的加持下眼睛里透露的只有杀意 下一秒挥刀斩断了老六的右手 剧烈的疼痛感迫使老六意识到危机 只是愣了一下便撒腿做好 施月大骂这个老六不讲武的肇事逃逸 武领看了看身后受伤的两人也不能做事不如 请求施月赶紧给他们两人治理 施月严肃问难道你打算去追那个家伙吗 武领解释老六可能只是假装逃跑 有可能会伺机再次袭击 接着表示自己只是去追踪他 尽量在自动返回之前帮他们拖延治疗时间 话因为落施月训斥 武领不要抱着这种危险的消息 既然去追就要做好干掉老六的局务 随即伸出拳头表示等你回来给你看黑丝 武领碰拳答应说到一个星期不重样 接着便起身朝着老六的方向追去 很快穿过几栋大楼来到空旷巷区 发现老六就蹲在路中间一动不动四王八 起身看向武领好似猜到他会追来 此刻武领没有心情听着老小子嗶嗶 上去就给他来上一刀 老六痴痛应声倒地 武领这才缓缓开头 说实话不管对手是谁 我都不想伤害到人类 但是欺负别人的垃圾 我实在无法当成人来看待 所以你来做选择吗 你是选择让我放你一码的公斤以后做个好 还是选择让我把你当成魔兽头 老六轻蔑一笑说道 看你毫不犹豫地斩断我的手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果然还只是个会说大话的矛头小子 说着便掏出个大宝贝要给武领看 不等武领反应金光已经不满周身 那个道具难道是 没做证是你们想买买不起的时差生成器 没一会老六的身体便已恢复如初 紧接着老六发动战场技能短气交战 这个技能大概意思就是一v一针男人大炸 武领不禁感叹着老六真是套 先是打草惊蛇 然后欲擒故纵调一扇 现在还来个帮门打狗 自己就像个袋子高颜 老六掰弄着手指说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用完好的两只胳膊 好好跟你切磋切磋 下一集 若无这个男人打完也怪不过瘾 现在追着PK玩家一顿乱砍 眼看小嘎嘎已经失去抵抗 可没想到下一秒就掏出个大宝贝 当着武领的面直接满血附乎 甚至释放结界要与他单挑 武领立刻明白这一切都是他的圈套 自己一向贯彻伴猪吃老虎的作风 可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内支主 就在武领思考战局之时 长枪男已经摆好了架势 下一秒就冲了上来 武领只能被迫硬战 可就在连续几次阁挡后 武领突然发觉自身的敏捷性 以及攻击力都有明显的削弱 原来是受到了短期交战技能影响 虽然早就听说长枪职业单挑无几 但没想到竟会强到如此低 眼下也只能力量拖延到技能效果结束 可长枪男似乎看出了他的意义 直接举起长枪切换成大肪 紧接着就朝着武领踢 武领借机后跳格挡伤害的同时 企图拉开距离 可没想到巨斧的威力出乎预料的猛 连续接下几段无脑挥砍 直接震得武领头皮发麻 于是果断转变策略迅速拉近距离 企图改用快攻的方式 迫使他继续使用长枪 可长枪男不乐意 自己怎么能被压着他 转瞬间将魔力注入长枪 猛的一击爆裂突刺将武领击飞数以远 武领刚要沉对烟雾的遮掩脱离战场 可没想到长枪男直接挽起了标枪 直接预判武领的方向急速丢去 轰的一声武领所在的位置烟尘四起 长枪男深知没有人能够抗住这使命一击 可下一秒直接压麻呆住 因为武领居然利用刀身硬式揭晓 虽然这一击给他带来不小的伤害 但大部分伤害还是被技能所吸收 随即武领也将手中鬼剑当足标枪 释放专属复制技能以压怀仰 而此刻失去了武器的长枪男 只能站在原地大眼瞪小眼 静静等待鬼剑穿透身体 可没想到长枪男居然还留有后手 释放大招 只提着独龙钻就要给武领开个洞 然而武领居丝毫没有躲闭 反倒是释放技能栖身吞探欲要防 以约听到他在倒数技时 就在武领数到零时 短期交战技能随之消失 随后便是一刀将长枪男斩于马下 长枪男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要斩的猪 其实是个亚服顶级玩家 此刻的他也只能怪自己挑错了猎物 就在他还想起身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就被一把镰刀穿透胸膛 武领看着镰刀瞬间反应过来 施拉的男人来 黑丝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这个妹子打完以怪表示不过瘾 转头就主动要点男人探黑丝 可条件却是让男人去追杀PK玩家 男人果断答应 并表示自己不光要看还要拖 接着头也不回的就去找光头男 见面就是一刀999 虽然还是免不了一场大战 但光头最终还是输给了黑丝的诱惑 就在武领给他最后一击准备回去领赏时 可下一秒又被之前的镰刀男给抖 镰刀男见面也不多必必 上来先抢了武领的人头不说 就连装备以及属性都不给他留 一番操作下来给武领气得牙痒痒 可镰刀男哪管你什么五颜六色 举着镰刀就要削得你大红大红 武领只能再次展现职业特色味道 接着伸对方一个没力 反手一个怒气是套 虽然这一击给镰刀男造的不死 但同时也激怒了 说着就在背后召唤出骷髅头 只见骷髅的嘴里伸出一只神 下一秒竖起中指挑衅武领 紧接着中指突然伸躺 逃着武领的位置就是一阳阻 武领也是被这技能搞得一头雾术 见过打架爱讨好 没见过打架用中指托人 可转头才发现身侧还有一人 原来刚刚的技能 正是这个亡灵法师所示 他还为当当的失误做着解释 可下一秒就被赶来的同档无情拆穿 看着这两人马上就要轻轻握握 镰刀男可不乐意了 举着镰刀就不吃 你们俩想吵架就到一边 别跑过来抢人头 都冒难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 得马上速战速决 人头什么的最后就留不来 说着镰刀男就打起头阵 接着亡灵法师也凑了什么 朝着武领的脚下释放手 武领只能被迫开启黄领 可此时屠夫已经来到他的另一颗 举起大阪符不断释放大招 一致洛克萨斯断头台 直接将武领连带地面 踢了得稀巴拉 镰刀男剑子情形广是无语 明明说好的人头还是背开 可下一秒发现不略近 烟雾中居然多了一道人影 原来是先前在台上观望的睡衣 看着武器以及释放的技能 难道是国服仅有的职业 练武 睡衣男指着武领轻松说道 小伙子眼力不错 我看你平时也没少看视频吧 接着转头挥舞着巨剑说道 把你们这些看似评不评论的通通打飞 下一秒巨剑挥出打出一道光斩气浪 伴随着周遭地面炸裂声 朝着几人席卷 小达达们直接原地眩晕八秒 同时睡衣男也催促武领 快点选择将一退出 毕竟如果真这么缠斗下去 也不一定能赢 可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镰刀男在受到技能影响前 提前释放的技能悄然而至 男人临死前唯一的心愿就是看黑丝 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却多次遭受阻拦 就在屠杀小队几人合力为攻险 无灵险些就要含恨而言 好在关键时刻睡衣男知识就长 而这睡衣男的身份可不阻拦 现已知整个能从网络世界 玩家可以通过转职或撞变连数 以及主件任务 在11个基础职业进阶成为全新职业 目前光是已知可升级的职业 就多达84种 而其中包括猎龙人在内的几个职业 转职条件和升级方法并未被公开 即使放眼全球也没几个玩家拥有 因此他们被玩家称之为稀有之一 经过睡衣男一番解释 无灵这场恍然大悟 自己不知不觉中卷住了两大宫会战 于是在其催促下迅速地开戏里面 并选择奖励后离开 睡衣男领走前表明立场 他们隶属于来昂公会 并表示无灵已经通过了公会的考核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再次相见 就在第二天一大早 来昂公会会者就接到了东茂南的电话 经过他们的评估 得知失业无灵两人的实力都超过预期 尤其是无灵操作的复仇者 即使在危险系数极高的决斗中 也丝毫不漏浅 接着就是长达半小时的交流 会长也没想到一向冷漠的更半 虽然对一个新人如此积极 一时没忍住放声大笑并表示 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加入公会 可都貌难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让会长不淡定 经过确认卡奥斯的人又开始行动了 而他们的目的可能也是这次的公会战 虽然早有预料卡奥斯公会活动开心 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暗闹了 于是立即下达命令让他们做好准备 接着挂断电话起身就要去干大事 与此同时 失业无灵二人回归校园生活 虽然昨晚一波大战未平 一波大战又起 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事 无灵在失业的解释下 来昂公会是游戏中三大公会之一 他们在游戏里也会参加一些 普通的突袭任务或公会战 虽然昨天遇到的两人都还不过 但也不能保证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所以还是先进关齐便保持距离为好 本以为无灵会为公会的事情烦恼 结果现在满脑子都是失业穿飞丝的样子 可就在这时白银横及时出现 打断了无灵危险的想法 并表示有事要跟无灵单独聊聊 天万别去招惹一个会激见的女人 否则你可能会上西天 这个男人被绑在椅子上三天没有合眼 期间更是被男人打得全身冒热气 可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供出任何关于卡奥斯公会的消息 可这时会长柳橙下的出现打破了将军 看着男人状态不错 于是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下一秒一脚踹在他的身上 紧接着举刀架着男人的脖子 说起了游戏规则 表示等一下他会一直用剑砍他 等他快没气了再用药水挥用 期间他只要能做到一声不吭就可以离开 不过接着又告诉男人他现在有五瓶药水 表示过程中希望他能好好享受 可还没开始男人就慌了 连忙表示自己只是个打破 根本不知道什么卡奥斯公会的位 更不可能认识什么会长 可柳橙下不知确实 表示游戏规则面前没有例外 接着戴起皮套就要开始游戏 只听见男人撕心裂碎的惨叫响彻整栋大楼 与此同时令死 吴凛跟着白银横来到岁堂 向他讲述了盛患被打进医院的事 因为谷得而导致他无法当上运动员 所以他的父母打算起步吴凛 现在警方已经开始介入调查 相信吴凛很快就会被退学甚至拘捕 吴凛一时间愣在原地 表示自己也没想到事实会这么容易 看着吴凛有所动的 白银横表示事情不是毫无准机 因为圣患父母去咨询的律 正是白银横的父亲所爱 而接手案子的律师自然就是他怕的事 接着表示自己可以让律师提议思想 但这就取决于吴凛的选择 吴凛明白他的言误 直言需要他做什么 可没想到白银横一父亲得志的言误 表示只要吴凛立刻去给圣患下归道歉即可 吴凛一听这话当场 一想到自己曾经被他们欺凌的话 表示自己才是一直以来的受害者 凭什么给他下跪道歉 而白银横却不以为了 表示这是他唯一的进士 看着吴凛因为在自己 白银横不禁暗爽的 就是这样 还是这种表情适合你 生气以及挫败的表情 这才是你一直在我边前显露的 不管你现在有多强 多会打架也无法改变 在这个社会没有权利和金钱 就算你没犯错 最终你也只能低头道歉 因为你一直就处在最底层 可他并不知道现在的吴凛早就变了 随即怒吼道 如果他想起诉 那就让他起诉吧 老子是绝对不会跟他道歉的 动物女人没给他打死 算是他幸运 可吴凛万万没想到 这话却被跟来的失业全部听见 眼前这个被石头一脚半老 吐槽着治疗师职业积累的人 就是我们的男主 李吴凛 此刻正在负责给攻略副本的队友 充当后排治疗兵 眼看boss血量被消耗到残血 进入了狂暴状态 口中凝聚着熊熊虎咽 下一秒便猛地朝前排坦克 喷吐而去 正当前排奋力 顶住伤害的同时 一道身影迅速前冲 剑士手握残影长剑 猛地砍下 看着伤害挺高 有着一击必杀之时 但却只是在假翘龙的面颊上 留下一道剑伤 这显然是再一次激怒了九龙 一抓拍下 剑士被拍出了数米远 在这苦战之际 剑士朝着李吴凛怒吼道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放治疗 吴凛应声道歉 连忙举起手中的治疗权杖 释放圣母的臂部 恢复体力 看着他们的配合 吴凛有些羡慕 其他人都能畅快打斗的时候 我却只能在旁边 默默释放治疗术 都是因为他们的逼迫 让我在这款游戏里 选择这个职业 正当吴凛 陷入思考之际 一声怒吼耳边响 喂 你怎么还不放治疗术 你的垃圾 是不是活腻歪了 李吴凛连忙向前跑去 就在这时 咣当一声 众人听到一想回头看去 正当分心之际 众人传送出副本外 一个耳光就打在吴凛脸上 应声倒地 随后便是一顿呵斥 废物 要不是你 我们早就抓到假翘龙了 该死的 吴凛刚要道歉 话还没说完 就知道道歉 你以为道歉就行了 一边说着一边 猛踹着倒地的吴凛 别打了 反正游戏里是没有痛觉的 听到为首的老大银横制止 队员起初有些惊讶 随后便明白了过来 威胁道 既然游戏里没痛觉 那就等明天去学校 再揍你 吴凛也明白 他们都是银横的马仔 只要得到他的原谅 还有可能免受皮肉之苦 连忙低头道歉 真的对不起 都怪我 害你们没抓到假翘龙 真的对不起 为首的银横 微微冷笑 没关系 玩游戏本就是图个乐趣 打败怪兽 或被怪兽打败都很正常 你说是不是 吴凛以为他突然大发善心 原谅了自己 连忙附和着 无料 下一刻他眼神冰冷地说道 不过 因为你操作失误 搞砸了一切 那你理应赔偿我们的损失 对吧 既然这样 下次组队打怪时 我们需要600瓶高级治疗药水 记得在明晚8点前收集好 否则 悲催男主被勒索 无奈登陆游戏小号打工赚钱 600瓶高级治疗药水 光是花钱买都要30多万 这么多药水 让他一个人一天之内凑齐 这明摆着就是在刁难吴凛 想起校霸临走时的话 吴凛清楚没办成的后补 肯定会像以前一样 被按在厕所的报答 可是就算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 最快也需要两天才能收集完 没办法了 看来只能开小号了 起初无领创建小号 只是想着趁校霸不再偷偷玩 毕竟自己治疗师的职业 是被逼着玩 现在小号反而是 他收集药水的唯一办法 唯一的副作用 由于角色差异较大 会引起身体不适 时常会让他感到头晕目眩 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召唤系统 嗨 Siri 治疗师角色下限 登陆小号 随之而来的便是提示音 主角色已下限 副角色复仇者登陆 登陆成功 最高难度地牢副本 红色深渊 敌队人马站在帮 派出炎魔的面积 炎魔口中凝聚底色能量权 下一秒朝着众人通射出口 女坦抵挡伤害的同时 只会对于坚持住 等到下一轮大招刷新 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能抓住这家伙 不料 下一刻意识到不对 派出炎魔居然抡起拳头 砸向众 妈的 居然不讲武则 随后两名队员就被抬死 场上只剩下侥幸躲避的 双刀剑士和后盘牧师 眼下局面 刺客也知道只能速战速决 弹射起跳叮嘱道 我去拉仇恨 随时准备释放复活技能 不等牧师反 释放技能 超音速加速技能 修得一身来到炎魔背后 不料炎魔早就洞察他的动力 又抡起又拳 重重挥下 眼看着拳头近在咫尺 无法闪避 一道人影闯入视野 发动 复仇的执念 发动 握心肠胆吸收伤害 拳头与剑身碰撞摩擦出巨量火花 渐渐手中武事件 由内而外散爆发能量 伴随着炎魔痛苦的哀嚎 应声伸展下炎魔的诱语 紧接着几个干净利落的闪身 轻松化解炎魔的攻势 并展下头颈 看到自己的象征物被人斩落 炎魔大发雷霆 青筋爆起 手中爆发出诡异害人能量 下一刻 释放出最终技能 太初的火焰 朝着武岭的方向重重砸下 这一击光是散发的能量 都让两人吃不消 勉强合力才抵挡住 剧长拍出的深坑之下 武岭单手轻松格挡 正是因为这一击的强力 刚好打出了副头者专属被动技能 夕阳下盛开的花 体力下降到80%以下时 十秒内攻防能力提升50% 同时让他进入了无敌状态 释放完大招的炎魔 已然失去了抵抗能力 那么 最后一招 就使用与被动技能结合的大招吧 手中剑上亮起六芒心症 下一满 身后树座血红墓碑形状 巨剑拔地而起 献给王者的舞曲 随着武岭华丽的舞动 无数柄巨剑朝着炎魔的胸行 穿大服顶级玩家 单刷BOSS只为赚钱买治疗药水 无数柄血色巨剑插入炎魔的身体 炎魔痛苦惨叫地离开了人世 随后便从体内掉落些许宝藏 扫尸了一眼 自言自语道 这个怪物还挺难对付 显然武岭并没意识到 自己的话被听到 无形装备 最为致命 组队的两人都愣住 虽然是他独自解决的抱负 不过确实是从他们这抢来的 武岭也是知道道上的规矩 也是礼貌性的询问 请问掉落的炎魔之脚 装备可以给我吗 虽然只有这一件装备 粗略估计 卖了应该勉强购买600瓶药水 在两人的同意之下 武岭将装备收入背包 就在这时 两人快步向前 邀请到 大佬要不要和我们组队打败 我们一定会好好辅助你 尽管武岭想一起组队 但他还是个学生 这么晚了也该休息 于是便拒绝了邀请 匆匆离去 留下了猛逼二人 不禁让他们怀疑起 是不是他们太太 所以不愿跟他们一起 另一边的武岭 快步走出复文区 召唤出戏 看了一眼时间 窝草 都十一点半了 完蛋 衣服没收 作业还没写 于是便赶忙下陷 就在这时 系统抬窗 眼前跳出红色字样的提示口 确定你当前角色下陷吗 武岭疑惑的 怎么回事 玩了这么久的游戏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毫不犹豫地点下了确定 系统再次弹出窗口 您 真的不会后悔吗 武岭有些不知所措 于 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在维护服务器 甚至提示还是选择了事 下一秒 不好 什么事都没发生 画面一转回到了现实 武岭摘下设备 看着自己出了一身汗 果然玩复仇者太耗体 于是便打算先洗个澡 再处理手上的事 正当他放下游戏设备 准备洗澡的时候 身后设备泛起光光 武岭一个哆嗦 怎么回事 难道是玩太久 产生了幻觉 揉了揉眼睛 手上出现虚化的幻影 紧接着全身虚化 并且伴随着黑色的烟雾 神 什么情况 我的身体怎么了 下一刻 全身像是被代码所取代 逐渐消失不见 正在转移数据 正在检查 QT系统是否启动 人体机能检查完毕 Z24物质转换完毕 害羞四肢传 变身 系统运行完毕 逐渐虚化的身体 慢慢恢复 武岭有些蒙逼 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腕 转头照了一下镜头 什么 难道我变成了 复仇者 惊讶之际 反位敢涌上心头 下一秒武岭跪地偶驳 什么情况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随后一道提示音在耳边响起 确认物质适应度为78% QT能力值误差范围 小于0.23 通过A分析结果 任务执行能力正常 现在开始 启动教程 正当武岭疑惑地伸手抓向射 眨眼之间 来到了房顶 什么情况 自己刚当明明还在姐姐的房间 怎么来到了这里 武岭震惊之际 身后传来哐当一声 回头看去 那个怪兽难道是 黑色怪兽 电视的模样变成小号复仇者 下一秒就开启了教程系统 没等武岭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背后蹦出游戏里的怪物 一边扑向武岭 一边发出结结结的怪笑声 下一刻 只听哐当一声 武岭就被拍下了楼顶 显然游戏角色的各项数值都在 这才致使武岭从五楼摔下来 依然能够占领 耳边传来路人的声音 这里突然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大楼突然发生了爆炸 难道是煤气爆炸 从大家的表情来看 武岭肯定 现在是现实事件 正当武岭思考之际 突赶上方传来杀意 下一刻 怪物就在他的头顶某的呼吸 尽管武岭迅速躲闭 但还是受到了震动伤害 连忙起身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眼下必须先应付这只怪神 看着眼前情侣还在丧骨 武岭极力劝导他们 赶紧逃跑 可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无视 焦急的上前阻拦 可是男子却只是一 只是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 推了他一下 这些路人好似并看不见武岭 以及武岭背后 正在凝聚能量的怪物 下一刻 能量倾泻而出 朝着武岭的方向起来 喷得发出巨大爆炸 应声倒地的武岭 强忍着爆炸所散发出的热浪 睁开眼 惊慌失措地看着众 裹坑之中 正是先前劝倒武果的男子 显然已经领了盒饭 同行的女子无法接受 发出惨烈的叫声 紧接着无数的呼救声 映入武岭的大马 这才意识到真的有人遇难了 一旁怪物紧盯着武岭 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它撕碎 下意识地赶紧逃跑 此刻心想着 把它支开也好 躲起来也好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 逃离 那个怪兽可不是我能对付的 可是刚要回头查看 重重的一拳便落在了它的脸上 身体控制不住地飞了出去 怪物没有给它喘息的机会 紧接着暴风骤雨般的拳头 拔向武岭 渐渐快要失去了意识 就这么倒下了 果然每次都跑不掉 回想起了平时在学校受到的欺凌 总是被人踩在脚下 一次又一次 每次都是这样 无数的委屈心酸涌上心头 我到底 做错了什么 武岭用尽全力地抬起左手 还想做着无谓的挣扎 既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功力 何不反抗一下 手中闪烁着丝丝红光 好熟悉的感觉 下一集 复仇指的反抗